它在日本非常紅 有天空之花的美稱 它是真的花 它不是乾燥花 它也不是真的花 它是 也就是說 大家看到它 那個欣賢姐在哪裡 樹皮 這邊還有 包括我手上這個 是樹皮去染成顏色是不是 對 我跟大家講 這個工藝非常的難 因為它全部必須手工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那個樹皮的纖維 對 真的 它是利用 它利用樹皮削得非常的薄 薄到跟紙片一樣 染色完才開始塑形 所以它可以塑成像一個 永遠不會凋謝的玫瑰一樣 所以它們就是有這個美稱 叫天空之花 重點是不是只有美觀 它還可以當擴香 因為樹皮本身也是有毛細口 對 所以你就可以 低精油在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聞聞看 它本身是非常有味道 所以在國外 不管泰國 日本 現在IG上很流行 就非常多的網紅 他們會拿去送人或拍照 或在家裡當裝飾 而且很有意義的是 因為在泰國製作這些的 都是弱勢團體跟富裕 所以等於說也是幫助他們 有一個就業機會 對 所以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一個產品 另外就是洗澡了 很多人會用棕刷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來自這個 希臘的 希臘的這個 天然的蜂巢海綿 就是說這個綿 它本身是來自希臘海域 很軟的海綿 所以前面姐給她去看看 它本身是可以 連嬰兒的肌膚都用 然後連這個媽媽產後 皮膚比較 皮膚比較細緻的時候都可以用 所以它是非常軟 它的纖維非常的有韌性 可是它的穿透力很好 再來就是你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沐浴的精油 這是玫瑰味道 你倒下 倒幾滴到你的浴缸的 滿的這個水裡面 就好像一萬朵的玫瑰 瞬間那種 想要 想要 歐美現在流行的 其實都是盡量自然風 不強調化學 尤其是像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在反省 說我們不要用太多人工的東西 盡量所有的原物料 或者是連外面的包裝 盡量都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東西 比較多都是屬於說 希望大家可以一用再用 過一個防疫 有質感 那是有環保的一個時間